好,那我們這個章節要講的就是感應 生命現象的感應的部分 那究竟什麼東西是感應呢? 我們說叫做感受外界的變化,然後產生反應 這什麼意思呢? 例如說,你感受到天氣變冷了,所以你會... 穿脫一點,你說是吧? OK,或者是呢,你如果今天可能有一個人在你旁邊 你覺得他很可怕很噁心 然後於是或者他就,嘿嘿,就可能從你走過來 於是的時候你可能就會,啊啊啊,就跑走對不對? 你感受到了外界的變化,於是然後產生的反應 或者像是我們含羞草啊,你碰他一下,他就會合起來對不對? 或者像是你可能有鳥在旁邊,你跑去追他,他會跑走 這都是一種感應喔,感受外界的變化,然後產生反應 這反應有可能是運動,也有可能是什麼其他的反應 那這個就是感應啊,大家了解嗎?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個,你還有什麼不會的吧!